我們現在看到這個Bachstein 我剛剛講的說就是德國的鋼琴 大家在挑選琴的時候 不管你是Upright或是Grand Piano 其實中間這個部分呢 聲音每一台你就很難去辨別它 你若要知道好的鋼琴的聲音呢 你基本上你可以聽它的Bass 它是不是很Bass 很Deep OK 它應該是要很Deep的聲音 它的高音部分它要很 很像那個Chime這樣子 就是很 OK 就是很Sweet的聲音 那麼你再來聽它的感覺 它整個聲音的觸感 它的Soft 當我彈Soft的時候 它每個琴都還是它的聲音都還會出來 大部分呢 彈琴的小朋友 如果說 第一次剛剛彈琴的時候 很多時候它的重 輕重 沒有辦法去調適 那這也是為什麼說我 非常推薦 你剛開始學琴的時候呢 不要用Keyboard 因為Keyboard 你再怎麼彈 雖然它Claim他們說有Weight Key 但是你在怎麼彈 那個Weight 是不會 小朋友是沒有辦法學的 因為你學鋼琴 你一定要彈Soft Soft Soft 它就 然後 它一定要有這個Dynamic出來 所以在這個過程中 這個是要靠練 就是要練琴的 那麼你這個一個曲子才會彈的 才會好像有輕重的感覺 才會出來 所以 基本上我會比較建議的 就是用 真的鋼琴 來做 來做這個 小朋友剛開始彈琴的這個instrument 即使我們公司也租鋼琴 所以我知道有很多的 孩子呢 你們都會覺得說 我一台鋼琴要花個 三四千塊五千塊錢的 investment 對一個小朋友來講的話 剛開始學琴的小朋友來說 可能 也不知道他到底要學多久 所以 就出去了買了一個 幾百塊錢的電子鋼琴 那麼在電子鋼琴的 小孩子學琴的過程中呢 因為 你小朋友你不懂 你不知道他的那個 挫折感在哪裡 他如果到老師那邊去學琴 老師那邊基本上都是鋼琴 那麼這邊的話 回到家他就練那個電子琴 可是 如果你 家長彈琴 那麼 家長他就會 讓 就會知道說 他的 frustration 在哪裡 小朋友的 frustration 在哪裡 可是如果 家長不彈琴的時候呢 你 根本就不知道 所以小孩子也不想練琴 他也不想去老師那邊 那你自然而然就會說 他對音樂沒興趣 其實並不是這個樣子 有的時候 你若 你若 provide proper instrument to beginning with 的話呢 那麼 讓小孩子沒有那個 excuse 說 我不想彈琴 我覺得那個聲音不一樣 或是他的觸感 老師要求的東西不一樣 他沒有辦法做到 那麼 他就放棄了學琴的 這個很好的一個 opportunity 家長 有 來 Tow